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俩嘴可真甜 喜欢就多吃点 回去妈妈 今天晚上我还想吃胡萝卜炒粉丝 家里的胡萝卜好像已经吃完了 蛋宝 你快去超市多买点回来 好的 不用出去买 晚上买就行了 我现在下单 晚饭钱肯定送到 好 你好 省钱收快递 这是您订购的胡萝卜 怎么这么多 您的订单数量确实是五下 好多的胡萝卜 小头爸爸 你买这么多干什么 我下单的时候操作太快了 没注意到介绍里写着五箱起送 既然买了也没办法 就尽量吃吧 我们可不能浪费粮食 今天的晚餐是两瓣胡萝卜丝 胡萝卜炒肉 胡萝卜排骨汤 胡萝卜甜糕 都吃胡萝卜 我感觉自己像一只小兔子 味道还不错 还吃吧 我现在满眼都是胡萝卜 我们的空气里面都是胡萝卜味 蛋宝 我们这一顿吃了多少胡萝卜 吃了半箱 还有四箱半 这有什么时候才能吃完 怎么全是胡萝卜 酸奶呢 还是吃点饼干 不对 怎么会是胡萝卜 这个也不是 这个也没有 怎么到处都是胡萝卜 大头儿子 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饼干 蛋宝 你抱的是什么好吃的 是胡萝卜泡菜 还是胡萝卜 大头儿子 你怎么了 蛋宝 你别过来 我不想看到胡萝卜了 小兜爸爸没娶妈妈 你们快想想办法 小兜 快来一起踢箭子 对 对 不了 小明 我和蛋宝是来给你们送胡萝卜的 好鲜的胡萝卜 谢谢你 大头 不客气 不客气 最近天天吃胡萝卜 邻居们也送了一圈 现在还剩最后一箱 文君妈妈 小兜爸爸 我不要再吃胡萝卜了 再坚持一下大头儿子 不要 好了 大头儿子 我再想想还有什么新花样可以做 这下胡萝卜就能消灭掉了 不行 妈妈 真厉害 又研发了胡萝卜的新造法了 是的 胡萝卜苹果汁真好喝 小头爸爸 你买的是什么品种的胡萝卜 放了三个星期了都没坏 这个 产品介绍说这是经过食品辐射保鲜的胡萝卜 可以保存好长一段时间 小头爸爸 什么是食品辐射保鲜 大头儿子 这个问题我想核宝应该知道答案的了 好 大宝 请连线核宝 好的 你们好 食品辐射保鲜是利用核技术 对食物进行杀菌 除虫 薄霉 抑制发芽等处理 从而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食品营养损失 保持食品品质 延长食品保质期 其实核技术早已融入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除了保鲜食物 核技术还能培育新的农作物品种 给医疗器械灭菌 处理工业飞水等等 用途多种多样 哇 核技术好神奇 看来我们家的胡萝卜能保质很长一段时间 太棒了 今天晚上终于不用吃胡萝卜大餐了 微君妈妈 您准备做什么新菜呢 既然线上买菜这么方便 小头爸爸 你再多买点洋葱 青椒 豆芽菜回来 我们存着慢慢吃 不要 小明 青椒 青椒 早上好 早上好 你们家经理都干什么了 出去旅游了 那不是大头吗 好 吓我一跳 大头 你在干嘛 书包里装着什么东西吗 没什么 难道是带了好吃的 不是 这可不能吃 难道书包里真的藏着秘密 没有秘密 我先走了 大头 大头的书包里肯定藏着好吃的才这么神秘 大头带了好东西 也不给我们看看 好了 看 我给大家带了小礼物 茶叶 谢谢小明 假期里 妈妈带我去了一个很漂亮的茶园 这些茶叶就是那里长的 味道好香 正想立刻尝尝 不行 妈妈特别提醒我 小朋友不能多喝茶水 大家可以拿回家给叔叔阿姨尝尝 我记住了 小明 你去的到底是哪里 你们猜猜看 这也太难了 小明 你快告诉我们 小明 你去的茶园是不是在宁德 大头 小明 你怎么猜到的 还真的是在宁德 大头好厉害 能猜到小明去过的地方 你们看 假期的时候 我和爸妈去了一处花溪 在那里拍照 可漂亮了 真好看 这个花铁我好像在哪见过 猫肉肉 你这是在哪里拍的 你猜 猫肉肉 你怎么跟小明一样 这哪里猜得到 庄庄 你别着急 让大头猜猜看 我 行 大头 你说说看 这里是不是胡言和的花田 你怎么知道的 好神奇 大头会变魔术了 没有 大头肯定是去过这两个地方了 不告诉我们而已 没有 假期里我和小头爸爸去了大鹏半岛 参观了大亚湾核电基地 核电基地 你们看 这里已经发现了超过200种动物 有生活在陆地上的 也有可以在空中飞的 还有海里游的 更有白鹿 中华白海豚 和珍贵的珊瑚 中华白海豚 真没想到 核电基地附近有这么多动物 小头爸爸最开始介绍时我也不相信 到了基地以后 我真是大开眼界了 大头 可你还没解释 怎么知道大家去过哪里的呢 这本册子里也有其他核电站的介绍 上面印着小明和毛茸茸去过的景点照片 下面写着地名 原来是这样 大亚湾核电基地景色这么美 下次我也要跟爸妈一起去参观 壮壮 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 大头 你只是拿了一本册子 还不能完全证明 你真的去过大亚湾核电基地 你还有其他能证明的吗 有其他能证明的 像小明带来的茶叶 或者是毛茸茸拍的照片 有的 大头要打开树包了 他要揭晓书包里的秘密了 是好吃的吗 我可不相信那里有什么秘密 这是我的珊瑚认养证书 这代表大亚湾的珊瑚保育区中 有一块珊瑚是我贡献的 居然不是好吃的 大头 快打开给我们看看 是啊 什么都没有 怎么会不见了 我昨天晚上还拿出来看了好几遍 大头果然在说大话 他才没去过核电基地 我真的去过 大头儿子 大头 你怎么来了 你把证书忘在床头了 小头爸爸说他对你很重要 让我送给你 是我的珊瑚认养证书 谢谢蛋宝 真的是证书 对不起大头 刚刚我不应该怀疑你的 没关系 好想看看大头认养的珊瑚是什么样子的 没问题 原来这就是大头书包里的秘密啊 真是太漂亮了 这都多亏了科学家和工程师找到了环保能源 保护了自然环境 大家才能看到这么美丽的珊瑚啊 哈哈哈哈